你不会又误会我和傅伯雅 我们两个真的只是 停止前不能说一声吗 颤得撞上头 给你时间 解释吧 解释什么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我看不见吗 公司和李普曼的关系至关重要 如果你得语生疏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为什么要请同声翻译 你为什么总是在做危险的事情 你 你都知道了 所以 你宁愿告诉傅伯雅 也不愿意把你的困难告诉我 我没有 我没有自己告诉她 是她自己发现的 而且我和傅伯雅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又是普通朋友 有哪个普通朋友 会往家里面送鞋 又有哪个普通朋友 非逼着你陪她过生日 又有哪个普通朋友 会把自己的西装外套 脱下来给你穿毛 我没有穿 而且是她主动找我 让我陪她过生日的 是她把客户送她的礼物 转送给我 我已经拒绝了 我还要怎么样 顾西成 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和傅伯雅呢 我已经说过了 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你为什么要那么生气 那么愤怒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 现在真的很过分 我是答应了和你签订合约 在合约期间内 做你的女朋友 但是你不应该来干涉 我的朋友和圈子吧 我并没有 我已经不想和你说话了 我自己打车回家 贺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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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锦西